大家好,我是南哥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開箱的是這個 和聯DC變頻電動扇 前幾天 南哥不是修了 一台DC電動扇嗎? 所以南哥就去Google一下 覺得說 DC電動扇確實是比較省電 所以 南少就想說 最主要 它是變頻 而且一般是 無段變速 所以跟以前 三種切法 高速、低速、中速 這樣子而已 所以吹起來有時候太涼 有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 可以調整需要的 風量 大部分都是太強 那 DC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很慢 吹起來很 很溫和 尤其 南少的意思是說 睡覺吹的話 就不要太 太強的話 半夜才不會覺得 冰冷這樣子 會冷冷的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台 最主要買了這台是因為 它的馬達是日本的 我們來開箱吧 跟一般電風扇一樣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南哥買這個是 十六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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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號 還付一個遙控器 這是底座而已 底座有一個 螺絲齁 這個應該有吧 不要丟了 我一個朋友說 他把那個 他拆一拆 不知道裡面那個 底座幹嘛的 那個 魚圓來在幹嘛 他是在鎖了 不要怕他丟了 這裡有些遙控器 還有一個遙控器的固定座 還不錯 好 這個十六吋 你看這個 葉片 一二三 這是五片的 五片的葉扇 重點是十六吋應該會比較涼 重點是十六吋應該會比較涼 這個 他比較聰明 他把他鎖在這裡 你就不會把他丟掉 我那個朋友就是 放在下面 他掉出來 他以為這個是幹嘛的 把這個就丟了 這個 這個 這個電真的是 他的應該是像這種 他就想說 他插上去 沒有鎖那一個 他插上去就會 有時候接觸不良 因為他電在這裡 我以為一般電話扇的電都在上面 所以他這個 他真的是 把他丟了 沒錯 接觸點在這裡 接觸點在這裡 新型的設計 設計 就對了 這裡 還有武器耶 這裡 給大家看 這裡有個 有個孔 來來來看一下 這裡有個 讓他對在這裡 對到 對到 對到這個座 你看 這樣子就可以裝上去 這個 講一下而已 應該大家都知道意思 你看 直接上去而已 哎呀 多簡單 你看 來 現在 裝上去之後 這個 鎖起來 少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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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的 電源這樣 就接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這個設計是這裡 開關什麼的在這邊 所以 必須要 在底座 不然的話他可能要坐在這裡 對 你看 這個 這個是 反向的 向左轉 是 越來越緊 這個 這是後面 他的那個 這裡有一個 定位桶 定位桶的意思 圈圈 這裡有一個 圓點 這個圓點就是 往下的 好 不好意思 這個要先拿出來 這個 另一點就跑出來了 你看 這個 孔子在這裡 這樣就劈了 你看 進去之後 這種 方式的話 就是清洗方便 這個 我覺得這個還 真的蠻大的 這是什麼設計 進去之後 有卡住 可以有半 這樣 這是幹嘛 不好意思 這個還要哪裡 我以為他 是什麼特別的設計 摔一下 越缺越緊 所以他就鎖 所以他是 這個是反向的 OK 再來就是 前面的蓋子 我想研究一下 來 上次有一個 上次有一個 弄出來 這 只要螺絲 有一台是 它螺絲 垃圾 來來 這個有一個重點 這個 下面有一顆螺絲 這個就是一個卡榫 把它先打開 好 螺絲先拿下來 這個就打開了 打開之後就可以 很簡單的把它裝上去 我本來像 快 快 快弄壞的感覺 是不是 把它關起來 這樣就 再把螺絲鎖上去 OK 這樣不就好了嗎 你看 這個 這一支還不錯 它是 好像彈簧設計 它自己彈 上來 還不錯 這高度 我就故意買這個高的 你看 這個 它是比較矮一點 高度就沒有這麼高 這個高度來用 督督好 因為床太低的話 因為太低的話 床可能 吹到一半而已 只是吹到這裡 所以用高一點 那就床到這裡 OK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操作看看 這裡是開關 不錯吧 它預設是第三束 好涼喔 還不錯 來看一下電風的感覺 第一束這麼 慢慢的 那微風有沒有 睡覺的時候 還是需要這樣的 再來第二束 這個比網路上說得還好 我那個一二三束都沒什麼感覺 這個確實是有 有改進了 你看 5 6 7 8 9 10 11 12 哇 是不是 超涼的 它預定是第三束 開機的是第三束 還可以擺頭 你看 擺頭坐在這裡 有點皺密 但是就是 它容易壞掉 這個齁 你看 這個齁 這個齁 特別 燈光可以按的 關燈 還可以計時 看你要吹幾個小時 這個是擺頭 不要擺 這是怎樣 有什麼功能 有什麼功能 清新的功能嗎 有什麼功能 清新的功能嗎 有什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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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一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正常風 按一下 它就會跳這裡 就會變成 自然風 自然風的話 就會有時候快 有時候慢 有時候快 還有一個 睡眠風 就這樣 慢慢的 現在看一下 這個叫做睡眠風 再來齁 其實是自然風 正常風 正常的話 它變快了 有沒有 正常的 這樣 那如果是自然風的話 它就會 快快也慢慢 有時候慢 有時候慢了 慢了 等一下 自然風 有人現在風吹一段 這樣一直 變快了 我們現在拿到容器了 來試一下 關 我們來看一下 開 是不是 燈光 還有它 風扇強弱 槍 槍是第四 五六七 聽聲音 聽聲音 就知道 變強了 弱 如果這樣 吹 也是一個效果 等一下 我們用那個 三條架 來試一下 強弱的感覺 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 用一個 彩帶 在這邊 我們電風扇 現在是第一束 一束的電風扇 你看 再吹起來 彩帶 這裡是有點黏住嗎 彩帶 稍微 會搖晃 搖晃一下 這樣子 那 可能也會被那個 擋住了 所以 有一點微風 有沒有這種 吹起來的感覺 就是 自然風的感覺 還不錯 來來 我們先第二束看看 其實從影片上 也看得出來 它轉的 速度不一樣 有沒有 彩帶也飛起來了 再來 我們再來一個 再增加一束 第三束 藍哥坐在這裡 就覺得 開始涼起來了 彩帶也飛得比較高 有沒有 來 第四束 我還聽到 聲音 那個本來沒什麼感覺 電風扇的聲音 這一次 第幾束 第五束了 彩帶都可以飛快九十度了 你有沒有看到 來 六束 現在 感覺上 已經稍微 中度 台風了 吃的蠻高的 七束 這個聲音 聽起來還蠻安靜的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還蠻安靜的 八束 彩帶已經亂飛了 已經吹到九十度了 再來 這偶爾還會掉下去 你看 再加一束 第九束的時候 它基本上 它就掉不下去了 你看 已經就吹成這樣子 大概 再上來 這大概就是 已經很快了 你看 我已經推得 強烈颱風了 再來 十一束 你看 吹起來的感覺 已經 都那麼高了 這個 已經很強了 所以 這個風 感受得到 這體感 強度已經夠了 但是 我最主要是 晚上睡覺 電風扇 我覺得 都很強 我覺得是要怎麼樣讓它落 就是微風的感覺 我要的是這個 因為我睡覺要吹的 所以要那種微風的感覺 最後一個 十二束 你看到 電風扇的聲音 算小聲 不錯 而且你看 彩帶已經亂飛了 這個 基本上 我很滿意 南哥覺得這個 吹起來的感覺 非常不錯 十二 一轉成一 你看 馬上就 哇 馬上的體感就變成 熱起來 剛才那種涼風跟這個 差很多 但是 微風不錯 睡覺 吹這種風最好 你看 彩帶會動一下動一下 這樣睡覺的時候 如果這不夠的話 再加一個 第二十五月 你就覺得說 你看 這動起來 你看 這種風 他還有其他的 像什麼 模式一 模式二 這是正常模式 切上去 這個叫做 自然風模式 你看 現在快快的 彩帶變慢了 有沒有 電話上變慢了 彩帶就掉下來了 有沒有 又變快 又變快 有沒有 變快了 彩帶又吹起來了 這個叫自然風 自然風的模式 那 他還有一個叫做 這個 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 你大概 比較 沒有那麼大 一直吹一直吹 沒有像自然風那樣 甜的 有時候會好像快要停掉的感覺 自然風就是這樣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就對了 還不錯 他還可以擺頭 來 遙控器 直接按擺頭 擺頭 用遙控的 他不是像傳統那樣子 用拉的有沒有 這個質感CP值 感覺上不錯 又起來 你看 跟後面那隻比起來 那個 葉片的那個寬度 就大很多的感覺 那 左邊 他右邊那一隻 中央排的 也沒那麼大 那隻在14寸而已 那一隻是循環扇 這個你看 哇 不錯 16寸買對了 這個看起來就 涼風扇的感覺 嗯 搞不好 吹滿意了 還要再買一隻 呵呵 現在 重點是現在DC 電風扇 雖然比 AC的貴一點 但是也差不多 一千塊上下而已 像這台是因為16寸 所以他貴了幾百塊這樣 大概 一千五上下 就可以買到 不錯的那個 這不錯 就可以選擇 一般大概在 一千五到兩千塊 這個16寸 比較貴一點 14寸 有的時候 九九九就有了 對不對 網紅很多在開箱 也讓我開箱一下 嗨大家 我是蘭哥 那我們今天 你看 開箱的這台 電風扇 蘭哥覺得非常滿意 這個 台灣 台灣這幾年 和聯做得還不錯 那感覺上好像 有一點知名度 那 設計東西好像也 也有經過設計來 不是隨便用一用 跟以前的電風扇的感覺 讓我覺得兩個東西不一樣 就是一 角座不一樣 角座 現在電風扇的電線 電源是在角座 座裡面 設計就不太一樣 以前的就是從那個 從那個馬達那邊接過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買大一點 頁面買大一點 如果你需要涼風的話 買大一點是正確的選擇 多幾百塊可以買到16吋 大一點 遙控器是好處 晚上睡覺的時候 用遙控器切 也不錯 第三個就是說 他的 他的那個 按鍵都在 腳 在頭腳 在腳下面的話 有時候 懶得 蹲下去的話 用腳也可以按 也還不錯 而且是觸控式的 我覺得 還不錯 第四 再下一個的那種感覺 他不一樣地方 他把那個燈光 變暗還是關掉 這裡 這裡也可以 這裡有寫 這裡那個 這個就是說 可以把那個 燈光 變暗還是關掉 這樣子 還不錯 我覺得 可以喔 如果 各位粉絲 近期內 有 夏天到了 有考慮要買 這個 電風扇DC的話 那 這一款可以考慮 這一款的話 原則上 我買他的重點就是 日本馬達 因為DC可能 沒有AC那麼耐用 所以馬達要買好一點 OK 我是藍哥 記得關注 藍哥愛玩夠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拜拜